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子全郎 基金全球投資報 我是主持人廖大偉 在我左手邊 是我們的基金投資專家 林誠益 大家好 就在高收益在過去一年動動蕩蕩 尤其是鏡子不斷下跌 投資人不斷哀嚎之下 最近好像出現了一波反彈 那是不是高收益在的春天又來了 我們就請誠益兄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現在這個商品未來的首相會是怎麼樣 好的 高收益在的話 那麼它是一個比較 大家一方面把它當作固定收益 其實它波動的話 會跟股票比較有爭相關 那原因為什麼呢 我們先看看什麼叫做高收益在 高收益在其實它又稱作什麼 非投資等級債或者是垃圾債 垃圾債 但是為什麼叫做高收益在美國也叫high yield 原因的話你如果叫做垃圾債 那這個就不會有人去買 那它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它是經過我們這個信頻機構 全世界有三大目的、標普、惠譽 那麼台灣的話有中華信頻 這樣子的這個信頻機構 它就評定 它說你的等級有沒有大達投資等級 到投資等級的話 那就代表說呢 它的信用良好 還債沒有太大的問題 是低 對但是如果這個部分被質詢 它們就會開始一個降頻 或者是降它的一個方向 開始往下調降 那沒有大達投資等級的話 就非投資等級債 那麼就一般就稱為叫做垃圾債 那但是呢 我們也可以從高收益在 聽起來比較好聽 為什麼呢 你的信用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要跟它借錢付出的利率 就比較高 那信用好利率就比較低 像台灣台積電 如果再發這個債券的話 台積電的信用平等就非常好了 所以這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麼接著呢 我們講說 當我們在看高收益在這個產品的時候 除了收益率高之外呢 那麼另外 它也包括像是違約的問題 換言之 這些的高收益 開會鬥啦 有些呢 它的所謂違約率 就是還不出利息 或還不出本金 這些公司的比率會比較高 但是這個是 就是這個風險 那風險的話 如果說違約率比率低呢 那高收益在 它的一個投資報收益率高 那麼相關的產品就容易漲 那但是如果說 違約率拉高的時候呢 它的收益率低 那這個產品就容易跌 所以像大衛剛剛提了 那為什麼去年 經過一番的下跌 然後呢 在今年 在這個三月份 開始有出現反彈的情形 因為原本在高收益在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族群 叫做能源 中間 大概占它發債的差不多 石油公司 16%到18%左右 是非常大的一個中間的這個族群 沒錯 那麼結果在石油表現不好 甚至於是 有些是發債券募集資金 然後去鑽 包括像頁岩油 或者是鑽井 那結果呢 產業不好 油價下跌之後 所以他們的違約率就拉上來了 是的 那這些的話呢 當然就造成了這整個 高收益在 它這個違約率拉高 那收益就下滑 收益下滑 資金撤出 那高收益債券基金就下跌 沒錯 那我們看 其實高收益債的話呢 它有幾個族群 幾個的類別 給我們來作為參考 我們看下一頁 那麼包括像是全球高收益債 在台灣賣的很好的這個債券 高收益債券基金 這個是 如果各位有看我們的境外基金的比重 高收益債是固定收益裡面的一個債種 結果這整個基金的話呢 以前在台灣曾經賣超過一兆 是的 這個規模非常的驚人 嚇死人了 對 但是在縮水之後的話 目前還有9000億左右的水準 還是很多啊 因為它美元高收益債 那我們知道這個觀念是什麼 因為以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的台股的這個股票型基金 台灣股票型基金 差不多2000多億到3000多億 那麼4000億左右的水準 所以我們說光一個高收益債 就是台股基金的規模的好幾倍 那這樣你就有這個這樣子一個觀念了 好 我們看下一頁 好 下一頁的話呢 像歐洲高收益債 歐元高收益債跟歐洲高收益債 那因為呢 屬於是歐洲的不一定是使用歐元 好 我們再看看下一頁 你們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呢 在英鎊 它是英國 它本身是用英鎊 並沒有用歐元 那麼另外在最近的話 崛起的一個族群 人民幣的 人民幣的 這個高收益債 那這也是一個投資的這個族群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麼從呢 在貨幣上面做一個區分之外 那麼另外的話呢 比如說 這個用瑞朗 它去對沖 所謂的對沖 其實就是做避險 包括像是歐元的這個對沖 那做了一些避險 好 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它其實都是 所謂的全球高收益債 但是你計價的幣別不同 它必須要去做一些避險 好 像英鎊 它有做一些對沖 好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的部分呢 還有其他 那幾個主要的幣別做對沖之外呢 那麼另外還有像以色列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想細心的朋友 大家可以發現 那有歐元 然後英鎊這些的對沖 那原因是因為 在做避險的時候 是相對於美元的波動了 所以美元就沒有避險的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整體來講呢 當我們在看 所謂高收益債券基金的時候 在台灣賣的這麼好 那我要特別提醒大家一點 也就是高收益債券基金 雖然說它有配息相對比較高 那麼現在賣的很多很好的基金 有月配 月配息 季配息 甚至於是年配息 這樣子的產品出來 還有固定配息 這樣的產品出來 但是您要留意了 就是會不會配到您的本金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它的淨值 也會隨著市場上面的話 去做波動 在2008年的時候 曾經出現過 個別基金 它的淨值腰斬的情形 當然後來景氣回來 它彈回去了 但是如果您持有這樣子的商品 相信當時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個商品 我會認為就是說 您的確在選定的時機 選定的標的 可以去做投資 但是也要看好您的一個風險 好 我相信呢 剛剛陳映已經把 所有最近高收益在的故事 已經講完了 相信大家知道 要怎麼樣操作 那如果還不了解 要怎麼樣操作高收益在 沒關係 財子學長未來會開課 所以請密切注意我們的官網 本期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下期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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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